接着是今天的湾区简讯 公寓租赁网站Apartment List 4月25号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 自2005年以来 通勤时间超过90分钟的超级通勤者 数量增加了近16% 超级通勤者最多的10个城市中 有8个位于旧金山 洛杉矶和纽约周边地区 这些地区的中位数房价在100万美元以上 其中 湾区的Starkton人口中10%属于超级通勤者 比例在全美最高 另外 Modesto的7.3%人口是超级通勤者 位居全美第二 湾区最大的自行车共享公司GoBike 开始在旧金山投入250辆电动自行车GoBike Plus 与蓝色的GoBike不同 黑色的GoBike Plus最高速度可达18英里每小时 并有液晶显示器 可以显示速度和电池容量 旧金山有众多的丘陵地形 有的道路坡度非常大而且崎岖 电动自行车更方便使用 目前GoBike在湾区五个城市拥有3600辆共享自行车 其中在旧金山有1305辆自行车 电商亚马逊正努力将商品送到各种目的地 比如花园 储物间 也可以直接放到用户家中 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配送服务 就是用户的汽车后备箱 全新的后备箱配送服务 Inca Delivery将在全美37个城市和周边地区推出 目前2015年以后的雪佛兰别克GMC或卡迪拉克 以及我我车款可以使用此服务 送会员通过车载的卫星定位 找到用户的汽车位置并解锁后备箱 当然这个服务只面向Amazon Prime会员 新唐人记者宇伟综合报道